美国一名男子是世界上语速最快的人 也就是讲话最快的人 他是今世世界纪录的保持人 平均每秒可以说出11个英文字 而这番快嘴功夫还被制作人挖掘 让他接了超过100支广告 成了他的招牌绝火 有如连猪炮念出哈姆雷特台词 不仔细听耳朵根本跟不上 莫斯塔是全世界说话最快的人 平均一秒可以讲11个英文字 让他因此接了100多支广告 这番快嘴功夫可不是天生 而是常年苦练出来 莫斯塔从12岁就打定主意 要名列今世世界纪录 每天关在家里抱着剧本苦练 让他练就除了换气之外完全不停 也几乎不吃螺丝的功夫 想不到这项绝技让他广告接不完 也参加过不少演出 现年63岁的莫斯塔逐渐离开美光灯脚点 终于开始放慢生活步调 享受退休生活 介绍平均参赔员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